大家好欢迎回来生生开房 今天我们先不讲我们看什么样的双拼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待在温东的区域 一说到温东大家可能会说了不好 其实不然 温东也是有它非常好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我现在待在Ranfield社区 那么Ranfield这边大概就是奶奶们和Ranfield之间的这一片 可以看到整个我的公园周边 整个房子的样貌 整个社区的样貌 尽收眼底 非常的安静祥和的一片区域 我们今天看的双拼 在整个区域来说 也是超级的有设计感的 话不多说 我们走起 看一看 我现在身后的这套房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双拼 这个设计师 之前在这个区域的很多项目 也都是获了奖的 所以在没有进去之前 我就要给大家提高一个期待值 我们能看到它正面 首先这边是整个朝南的 然后我们正面这边有一个直接是落地 推拉门 整个可以全部打开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孩子在这边 打开这样的一个推门 在这边嬉戏玩耍 你能想象吗 这种享受是在这样的一个双拼屋里面 我们这个房子的一个总体面积 是1600多尺 那它的售价也大概就是175万左右 那么在整个这个区域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的具有性价比 就这样一个标准的33乘以120多的一个标准地 在咱们这个区域大概的售价就要抢到180万左右 这样看来确实还不错是不是 它后边还有一个户型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看朝南边的这个单位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走进去看一看 走哪边呢 走正门吧还是 总体的感觉呢 是非常温暖的现代风 那也得益于呢 好几点元素 首先呢 是它的一个配色 我们能看到 大部分的这边呢 都是用了这种原木的颜色 凸显出了一种自然的风 自然的感觉 会让我们平时生活呢 感觉非常柔和 那么另外呢 它这边这种隐藏式的灯带 也会让我们平时在厨房的这个空间呢 会感觉更加的温暖 还有一个 这个设计 就是上面的这个 储藏室啊 这里面呢 其实空间蛮多的啊 但是 但是 我看看怎么打开它 好 这边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当然了 你可能需要一个梯子啊 才能够到上面的东西 很多展示柜的地方 这边厨房呢 也是给我们配备了一个窗户啊 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洗东西 在之前呢 我在这个区域 其实拍过另外一套独立屋 那个最后是300多万卖掉 跟它的装修风格 其实蛮像的 我们华人最喜欢的炉头啊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 Fish and Paco啊 还有这个冰箱啊 这种循环系统啊 还有这边有监控 中导等等吧 都是非常的实用 那么你看 像这个是我之前给大家拍过的一套 有这个露台的 300多万卖掉的 你看 这些房子都是很有造型的 所以住在这样的一个双拼里面 会凸显出自己的这个品位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 你也是可以坐在客厅这边 看个电视 这边都是香板啊 展示的地方啊 这边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隔山 让你进出这个露台的时候呢 这种仪式感呢 也是满满的 再有呢 你可以把这个正餐区放在这边 这里用的呢 也是Heat Pump 是下面这种出风口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如果大家想把它改成避热的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你看像这边呢 都是独立屋的一个设计 都是Building的这种Vacuum啊 可以直接拉出来 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客位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客位能彰显出屋主的品位 你看这个Tile 你看这种复古的这种工业风格的这种灯 还有这边的储物空间 感觉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还有这种呢 是插到墙里面去的这种 这个左边对吧 然后这个Above Counter的这种Sink 感觉非常的有气氛啊 还有这个镜子后边 还有个小的这种氛围灯 你不仔细看 你都看不出来 你只是觉得看上去感觉很好 这里呢 大部分的窗帘 我们看到的呢 都是智能窗帘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或者遥控器 它那是采用了一个双主卧的设计 这边呢 算是一个二楼的主卧 大家看到整个的面宽非常宽 我最喜欢它的 就是这边的嵌入式的柜子啊 有一种我的世界我做主的感觉 这边呢是挂衣服 然后呢 像这边呢 它还有一些地方 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抽屉 在这里打开 也可以放很多东西 就是说总体的这种使用体验感很好 而且这个潮南的超大的 这个能得有三米吧 超大的这个窗户 你可以整个看到这个南面的阳光 门口呢 还有棵大树 还可以欣赏一些绿色 是不是很赞 你看这边的这个主卧的这个洗手间呢 做的也很有创意 一个超大的oversize的洗手池 金色的元素 我最喜欢的 演员的B灯 但是这个B灯是黄色的 这个B灯为什么是白色的 待会我要问一问他 为什么不同的颜色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无边框的一个浴室 无边框的浴室呢 这样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你看你进去的时候呢 你进去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担心磕到哪里 然后一个超大的漏水槽 然后以及你的Ring shower Handle shower 该有的啊 都有 而且是金色的 当时我装修的时候呢 也想要这个金色 但是装修都是说没有找到 我就问他啊 为什么这里有 是不是 总体的感觉呢 是非常温暖 又很高气 很贵气的感觉 你像这边的温度 我们是可以控制这个出风口嘛 但如果你加了地暖 也是可以拿它控制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呢 是朝西边 那房间也很大 放个king size床 放个小的书棍 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好 我们上楼上来看一看 它最上边的桌 如果说客位呢 能彰显主人的品费 那我觉得隔层 就隔楼上面的这个房间 完全可以凸显出设计师的功底 我们这个上边 我用隔楼有点委屈它了 但它在最上面这一层 它整个的顶子呢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感觉啊 非常的好 你看 它把一个上面这种地方啊 做的真的是超级的赞啊 首先你整个的一个使用空间 很方正很方正 这边呢 可以build in一些柜子 放一些摆饰 放你的家庭照 对吧 大一点的照片也可以 放一些烛光 对吧 倒是很舒服 你可以在这边 甚至放一个小的电视 然后呢 我们进来这边 睡在这里 也非常的舒服感觉 这边呢 还有一个walk-in的closet 你可以在这边换衣服呀 然后你的首饰啊 领带呀 完全可以放在这边 对吧 这边还有一个示意镜 超大的示意镜 你可以在这边 打扮 梳妆打扮一下 再有呢 就是这里 洗手间 对吧 也是很有特色 这个用的是黑色香边 也是无边框的这种 你进来呢 也是同样可以洗 但你看 整个的这个tile 一路给我们 扑到了上边 让你整个洗手间的 这个整体性呢 变得非常的强 这边用的镜子呢 也不太一样 对吧 你可以开关 然后这边呢 还可以去 因为有的时候 镜子有蒸汽嘛 它有个加热的功能 你可以在这一加热呢 它就去雾了嘛 就是感觉啊 这一层坐的 真的是那么回事 最让我惊喜的呢 是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的阳台 你看小的阳台 到了风和日地的时候 喝个咖啡 在外边好好地享受一下 在这里啊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以前呢 我都是冲一杯咖啡 坐在办公室 跟前呢 工作 现在我觉得 喝咖啡 就要像意大利人一样 咖啡是享受的时候 要真正的是 Coffee Break 所以我现在 气了咖啡之后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看着 后于后花园的这个书啊 想一想事情啊 就在那 专心地把这杯咖啡喝完 就像现在一样 喝完咖啡 我们再走起 继续地看房 看了一圈 大家觉得房子怎么样 我觉得啊 房子放在一边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让我心动 而且价格呢 我觉得也真的并不贵 大家能试想一下 像这样一套房子 你大概一个月 管理费 如果是连排的话 也要600块钱左右 你一年呢 就是7000多呀 那住在这样的 双拼里面 你就不需要去担心 这7000多的 额外的一个挑费了 你觉得需要修哪里 就修哪里 再有呢 就像是地理位置 我跟大家之前讲过的 在Nanamo和Renfew之间 那在这一片地呢 它其实有几个 比较好的点 比如说 它的地势都比较平坦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像 现在这个房子一样 你基本上三层 都是在地上 大大的增加了 我们的使用面积 它没有什么地下的空间 虽然咱们这个地下 有一个夹层 但是你就是 基本上就是储物 或者是放设备 另外呢 整个这一片的人口呢 大家可能会比较 担心安全问题 我们这边 虽然是温东 但是像我跟大家讲 是Renfew地带 大部分都是小家庭 住在这里 以及北温退休 过海来到这边 居住的 所以总体的一个 生活氛围 非常的好 相信大家刚才 看了公园 看了咱们街边 都能感受到 周边邻里的这种关系 是非常的融洽的 那像这样的 一块地 仅一块地 就180多万 再加上建筑成本 那现在把它 做成一个双拼 只有170多万 大家是不是觉得 其实真的也还不错 好了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在当下房价 蹭蹭往上涨的情况下 我觉得能找到 温哥华这样的一片 世外桃源的地方 实属难得 而且价格又非常的合理 门口又有很漂亮的公园 周围的邻居又很好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私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